這一件呢,是我真的找了非常非常的久 今年民俗風的上衣非常的小 那這一件其實呢,非常非常的出色喔 就是我也不用訴說什麼 大家就知道它是一件非常波西米亞 非常度假感的一件上衣 那先來介紹它,它是一字零的 然後它的彈度是沒有問題 S到 L的話都可以穿 那中間就是做了一個比較撞色感的 鬚鬚袋子給大家 好,這款的面料它是雪紡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透過鏡頭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點立體雪紡的感覺 它不是平面的 它的布料是有一點珍珠雪紡的感覺喔 好,然後再來長度呢 長度做得非常剛好 你不要紮進去,紮進去都可以 為什麼呢,你們有發現它下白有幫大家印上印花 所以呢,你如果不紮進去的話 不會覺得不好看 一般拿下面可能就是做白色 可是白色就覺得要紮不紮 到底要不要紮呢 這一款非常貼心 下面也幫大家印了印花 所以你想要輕鬆感就不要紮進去 好,那如果呢,你覺得跟妞妞比較像 喜歡這樣子 欸,我紮起來好像腿再長個五公分的人 來,我就會把它圍紮就好了 後面很隨勁讓它垂墜 好不好 謝謝傑華 然後呢,它是做七分的感覺 七分的感覺就是非常度假感 就微微的曬到太陽 那再講一次喔 提醒大家一次 這一款是就是有點像珍珠雪坊的面料 什麼叫珍珠雪坊 它就是有點立體感 布料不是平面的喔 好,白色呢,完全也不會透 因為胸前有一塊印花喔 那給大家看一下放出來整個總倉 其實長度蠻剛好的 它就是在屁股之上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這一件 然後這一件絕對拍照是厲害 再來它的布料也沒有話說 我覺得這一款非常非常的特別 就是每個人穿上去 第一個今天就是呈現度假感 其實你已經贏了 還沒拍照就贏了 記得戴個草帽 或是戴個就是墨鏡 就非常非常的好看喔 好,接下來呢 幫大家挑選了一個更度假 更亮眼的顏色 就是綠色囉 好,這個綠色呢 非常的繽紛喔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喔 來,這個綠色我個人是非常偏愛 喜歡這件綠色喔 就是,呃,其實訴求很直接 我今天就是要度假 我就是要顯眼 所以喜歡這樣子的衣服 或是你剛好要出去玩 去度假 非常適合 它雖然是氣氛秀 但是它非常的涼快跟涼爽喔 這個是跟大家講穿著感 然後就像我講的 你可以微紮微不紮都可以喔 好不好 非常的好看 那如果你不想穿一字靈 來告訴大家 它上來的話 就是會變一個這樣子的圓領 就是非常民俗風感 你不一定就是要讓一字靈 看個人喜好 這個很厲害 我喜歡可以先戴 而且它是真的很舒服 那外面的賣家 我相信這個衣服非常少有 非常少有 因為一般的度假感都是 洋裝啊 長洋啊 褲裝 上衣要做到度假感十足的 這樣子的味道 是真的非常少 那你不喜歡一字靈 就當成圓領穿囉 喜歡一字靈的 就跟妞妞一樣 稍微微拉就可以 鬆緊是沒有問題的 時代的話都可以穿的喔 好不好 非常非常的厲害